亲爱的粉丝们 大家早上好 这里是西安古城收据 早上咱们收的一个包裹 大家看一下 这上面贴了一个 衣碎握皮 静止上 皮带机 这个挺有意思的 那咱们拆开看一下 什么东西 这个两层纸箱 看啊 包的挺累的 这好像冒似是一个 是一个优盘 还是一个 相机卡 拆了半天 结果优盘在窟窿里 自己掉下来 大家看到 这是一个16G的一个 优盘 咱们接下来 插在那个 插在咱们的电脑上 插在咱们的电脑上 看看 是什么情况 大家看到插在电脑上 它会提示USB 无法识别USB设备啊 这个大家应该 比较常见吧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下 大部分应该是那个芯片的问题 导致的 这种如果是需要做那个收据恢复的话 咱们就需要打磨 这个里面是一个芯片 我给撬开了之后 大家看看啊 什么样的东西 大家有没有看到啊 这个U盘啊 是一个冬芝的一个颗粒 冬芝的一个颗粒 16GB 这种U盘啊 大家看到了 是一个 在市面上买的那种 杂牌的 杂牌的 这种不建议大家使用 因为它的稳定性很畅 所以的话 买U盘还是建议大家去一些 大的品牌商去买 比如说金士顿呀 那些正规的一些平台啊 不要在市场上买一些 杂牌的 像这种的话 都是一般的人自己做的那种U盘 这种U盘的话很容易坏 不稳定 一旦坏了 这个数据恢复 那非语是非常的惊人的 基本上 这个芯片烧了之后 要想把里面的数据给它 导出来 这个芯片需要取下来进行打磨 打磨的话 每一个芯片的定义还不一样 就需要去各种的飞线 通过各种的手段 才能把数据给它提取出来 这个过程是相当麻烦的 一般的基本上飞的都会上嵌 所以说别看这小小的一个U盘啊 就是 一旦损坏 想要里面的数据 它是非常的麻烦的 它的费用 都可以买这样一箩筐 所以说大家务必要谨慎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 这个回头打磨 打磨的过程非常复杂 这里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再次提醒大家 买油盘一定要找珍贵的厂商